我是NEMO 今天太冷了 最近很想吃肉夹馍啊 你想 一口咬下去有饼 有肉 又有菜 当然和面是不可能和面的 买儿饺子皮 早上好 哎 我要那个饺子皮 2块5一斤是吗 我要一半 我要一半一半 忙猜一下 应该是2块 2块3左右 2块5 ok 上次也是2块5 那下次再买东西 我就把给挡住 就省得后期打完嘛 走了 老板我要这个鸡胸肉 要2块 不过我第一次尝试用鸡胸肉做青椒肉丝啊 今天这期视频又有干货啊 大葱叫选的时候一定要选嫩的 就买些这个里面没有硬心的 像这个就很水灵 里面水分很足 这种葱就可以 但是太粗了 其实金葱是最好的 不是资深的吃货 你是尝不出来区别的 ok 保葱在手 整点黄瓜 我们就可以回家吃饭了 走了 今天用10分钟 教你做鸡丝烤袋饼 把厨房交给男人 烤箱180度 预热3分钟 然后把饺子皮放进去 烤5分钟 这逐渐膨胀起来的饺子皮 看来也只有金酱鸡丝 能镇压住它了 黄瓜切丝 大葱切成10公分左右的段 去掉葱芯 然后斜切断筋成丝 拍一小块姜和刚刚切下来的葱芯 一起泡一碗葱姜水 捏一捏能更好的出味 把鸡胸肉片成薄片 再切成10到15公分的肉丝 我们先来给切好的鸡胸肉 满一点这个底味 然后把它给浆一下 这样等会炒的时候会更滑嫩 生抽 白胡椒稍微来一点点 葱姜水要分次价 我们先给它打进去一点点 然后用我们的手给它刷匀 抓匀 刷匀 好 从下往上翻 等这个水全都吃进去之后 我们可以再加第二次葱姜水 吃进去的标准是你捏上去的粘手的时候 就顺便差不多了 好 我们再来给加第二次的葱姜水 什么样才是好了呢 就是你手感摸上去感觉它水水的 但是这个盆里又看不见水 鸡丝表面也没有水 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加一勺干淀粉 这个顺序一定不能错 现在就要上浆 OK 有一些粘手了 但是没有刚刚明显那么多的水分的时候 就差不多了 食用油 我们来给它封个面 这样等会划油的时候它就不容易粘 OK 静置一会儿 好 我们提前来调一个金酱汁 提前调好汁炒菜的时候就不会慌 五勺甜面酱里加两勺糖 一勺生抽 一勺酱酒 还有大概30毫升左右的葱姜水搅匀 鸡胸肉呢 想让它软嫩 滑油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平时咱们在家做呢 这种方式太费油 咱们现在就可以用少量的油 进行低温的滑炒 差不多90度左右就可以下鸡丝了 快速的把它抖开 滑炒到变色 全部变色 基本上就可以了 好 关火给它拿着去控油 我们还用刚才锅里的底油 现在开始来我们下酱汁来炒酱汁 炒酱汁的时候火不能太大 油温也不能太高 酱汁进锅 好 等到边缘冒泡的时候 把火给转角 提起来拉直线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下入我们的肉丝 翻匀 等到酱汁差不多收干收浓的时候 连入几滴香油 来做明油 香味一下就上来了 好 翻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时候的菜还有锅器 先用葱丝和黄瓜丝垫底 再把肉丝铺上去 这样就会显得肉很多 脚子皮也好了 我把它给取出来 全部都已经盖开了 剪开谷谷的口袋饼 先来点和金酱口味 绝配的葱丝和黄瓜丝 再把充满锅器的肉丝加到饼里 不塞满都对不起这个口袋 怎么样 想不到吧 饺子皮就能圆了肉夹馍的愿望 我现在尝一个 这是刚刚加好的 就一口脚下去 你能想到它肯定会漏汁 可以找个手接着 找个手接着 已经漏了 身体满足 好也别擦手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我再记得点赞关注 特别三连 我是冯伟 拜拜